明天魏县长就走了 你不送送他 不去 我不吃醋 一日夫妻 百日恩吧 人家现在都是你的人了 还说这些话 好 那不提了 不说 不说 秋和呀 爹在景德镇 也是荣耀一世 早就该谢官回家了 所以我离开景德镇 也没什么割舍不下 就是放心不下你呀 你现在 就要为人母亲了 可不能再任性了 宁儿知道了 你的婆婆很善良 可毕竟是一个中国的传统女性 你要学会孝敬 昌南呢 有闯劲 这是好的 可是毕竟还年轻 做事总是瞻前不顾后的 你要多多提醒他 父亲 您放心吧 女儿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嗯 嗯 嗯 没事 再替我呢 你看看 时间过得真快啊 对啊 在我的脑海当中 你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女儿 过一新日子 你要当母亲 我要当太宫了 父亲 女儿长再大 也永远都是您的女儿 你这诊所在景德镇方圆几百里 算是开出铭记了 看起来当初爸爸 还是应该把你送到外洋去 夫妻 女儿很舍不得 你答应我 你和母亲要好好照顾身体 小孩子 苏州离这儿也不远 一想家了 就常回去看看 我跟你娘想你了 也会来看你的 长男啊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听说魏县长被革职了 是真的吗 是啊 明天你走 岳父大人就打算回苏州了 这么快啊 那怎么着 我也得请他吃顿饭吧 娘 这事 岳父大人不想生长 毕竟 哥这也不是什么 让人舒服的事 那明天 我跟你们去送送她吧 庆舅公 这小女就拜托给你了 这孩子从小为性 又在外洋待了姐 如什么事啊 你你多多报啊 庆家公你放心 秋和是我的儿媳妇 不会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的 好好好 长男啊 不管是生男生女 尽早给我报个喜讯 你放心吧 岳父大人 自己保住身体 嗯 父亲 您一路保重 你看看 这要做母亲的人啊 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 爸 别哭了 回去吧 行政大人 你多保重啊 你也要多保重 回去吧 嗯 暗示风大 回去吧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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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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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板 快请 哎 哎 哎 二少爷 请 好 好 二少爷 二少爷 王老板来了 哎呦 王老板 曹老板 曹老板 你怎么到警察阵来了 我是来谢恩呢 哎呦 快快快 走走走走走 休息了 上场 哎呦 哎呦 您什么时候到的 啊 刚到 哎 来 还顺利吧 非常顺利啊 这个 是前两批货的货款 啊 王老板 你还亲自把钱给送到这儿来 哎 你真是太讲信用了 应该的 你雪中送蛋给我 我再不知人图报 不讲诚信 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你点一下 哎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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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坐坐坐 好 谢谢啊 你快给我讲讲 老板 你上批货是怎么被抢的 哎 陶老板哪 说起这事啊 我就像做了个噩梦一样 上次 咱们不是从上海分手了吗 我就回沈阳了 我想着这批货卖好啊 我就想 我忽悠忽悠 掉掉他们的胃口 我逢人便说 我禁了一批上好的又李红美人醉 结果呢 这消息一一传十 十传百 传到了张作霖手下的耳朵里了 嗯 等我这货呀 一到沈阳 他们是连人带货 全都给拉到营里去了 哎呀 黄老板 那你既然知道是张作霖干的 那你为什么不告他呀 告谁啊 告张作霖 哎呀 那张作霖兵 冰枪马壮的 那就是一个东北王 谁敢告他呀 哎 这年头啊 是兵匪一家呀 算了算了 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再想他了 人平安就好 嗯 食材免灾啊 喝茶喝茶喝茶 好好好 哎 慢点慢点啊 来 请拿请放啊 好 慢一点慢一点 这个放这边 来来 曹老板 这传货不爱喝你的 好 我已经给上海四郎那边发了电报 他们会到马头接你的 你把货交给他们就行了 嗯 曹老板你就放心吧 这眼瞅的就过年了 今天过年 你是打算在上海过呀 还是回东北呀 回东北啊 过年当然要回家了 好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老婆 还有一闺女 闺女好啊 闺女是爹着的小女孩啊 都大了 行 正读书呢 方老板 哎呀 你这 曹老板 你太客气了你啊 给你亏你的压岁去 你给我 好吧好吧 恭敬不罗聪命 你想得太周全了 我在这儿先替小女谢过了 嗯 厂南 嗯 货都撞得差不多了 可以启程了 好嘞 方老板 一路成风 哎呀 谢谢 就此告别啊 提前拜个早年啊 一路平安 好 谢谢 哦 回去吧 路上小心 一路平安 好 哎 刘师傅啊 哦 哦 哎 刘师傅啊 哦 哎 刘师傅啊 哦 哎 刘师傅啊 哦 哦 苏管家 你好你好你好 这是我们赵家大少爷 你还不认识吧 哎 见过他见过他 赵家大少爷 在景德镇谁人不知啊 哎 刘师傅 进来 消遣消遣 哎 不不不 这东西 可碰不到 让我们二少爷知道了 那 可不得了啊 哎 刘师傅 你手艺那么好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约处嘛 赵老板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谢谢谢谢谢谢 啊 坐好啊 刘师傅 随时欢迎你过来啊 你坐 啊 陈师傅刘师傅 哎 这笔货怎么样啊 二少爷 二少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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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这样啊 右色怎么这么暗啊 刘师傅 二少爷 这么右色暗淡的货 咱们怎么忘菲律宾发啊 二少爷 我也没想到 你也没想到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减少了一道右下的工许 刘师傅 你在陶家窑厂也干了二十多年了 陶瓷这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什么样的料就做出什么样的货 这每一道工许都要精雕细做才能做出上脑 咱们淘家什么时候偷工减料 二少爷 工期太紧 我怕赶不及日子 我女可被罚款 我也不愿让别人说我们的货 名不腐蚀 二少爷 我错了 好 慈禧这东西 是可以用几代人哪 这样的货要是发到国外去 那人家不要骂咱们几辈子 好了刘师傅 看在你是逃长老人的份上 这次我就不罚你了 把这笔活都给我砸了 二少爷 不能砸呀二少爷 这些是交货时间 重新做吧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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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在楼上等您呢 好 刘师傅 一个人喝酒了 刘师傅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不就是为了赶交货日期吗 陶长男之余那么当众羞辱你啊 二少爷没错 是我错了 我不该偷工减料 你这不也是为了陶家着想吗 是吧 我看啊 算了吧 别给他干了 不给二少爷干 我哪儿待着去啊 到我这儿来啊 赵家要你 只要你能够给我烧出个人罪 我除了给你工钱以外 我还给你付货 不用摸摸摸 不成不成 这不成啊 二少爷 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 我不能这么干 唉 这年头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你说你在陶家干了那么多年 他们给过你什么呀 不就是那么一丁点可怜的工钱吗 赵老婆 你别说我好 我谢谢您的好意 可我 离不开套家摇茶 行 刘师傅 那您慢慢喝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什么时候想通了 尽管来找我 我随时欢迎你 老板 给他加几个菜 寄我这儿去 明白 赵老板 二少爷 哦 坚持啊 坚持啊 坚持 来 杨婉 纸都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生出来啊 女人呐 女人呐 就是受罪了 别着急啊 使劲小姐 乔儿 乔儿 好疼啊 这都鱼落时长啊 好疼啊 使劲儿 再使吧 使劲儿 使点劲儿 使劲儿啊 小姐 好疼啊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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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小姐生了 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是千金 好 走走 看看去 哎 如意 你怎么来了 有事吗 嗯 没事 哎 这佛像好像很面熟啊 是仿古词吗 是啊 如意 你好眼力啊 仿的是什么 这个呀 这个仿的是 官邀遥辩季红佛像 你看看 是陶家的那尊达摩佛像吧 如意 你知道那尊佛像 我当然知道了 小时候经常在畅南哥家玩 陶伯伯把这个佛像当成宝贝似的 哎 他怎么到了张家了 如意 我爹 哦 我知道了 那个时候听父亲说过 陶家 有一段时间前景 所以就把这个佛像抵押给你父亲了 后来你父亲说这尊佛像丢了 实际上啊 他没丢是吗 这 如意 你 你就别问我了 我劝过他 可是他不听 他说 我们家的致辞公义比不过赵家 比不过陶家 所以 只有做仿古词才有活路一条 可你父亲这么做 也同样比不过陶家 哎 如意 那你看有什么好方法 咱们超过陶家 要想在陶瓷的制作上 超过陶家 很难 你说得个厉害 什么 碰上 你洗脑 你去把他脱身 打破了 终于 他叫喽 你去走 走 小人 妈 你去打破了 大人 老婆 小人 伤长 好 如意 我实在受不了了 实真的受不了了 我再这么下去 我就成肺腹了 如意 我求求你 就一次好吗 就一次 我 你干什么 你不能这样 我 你干什么 你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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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 你对我真的挺好的 你人很善良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这辈子 最欠的人就是你了 还记得我们在老乔许下的承诺吗 我们要遵守他 对不对 你答应过我的 对不对 如意 你知道吗 其实每天晚上 我都梦遍你 我感觉我是那么幸福 我这辈子 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娶了你 她早上来就是一个笨蛋 一个傻瓜 她根本不配拥有你这么好的女人 我拥有了 这美好和珍惜 如意 我想好了 这辈子 这辈子 咱们就这么过下去 我再也不反悔了 我再也不反悔了 慢点 慢点啊 慢点啊 这边 大街上转 走 船马上就要开了 没时间了 有的是时间 米药买吧 饭得补吧 还有的是时间呢 我还要给桂花买两件配衣服 嗯 这到南昌了能过去买吗 走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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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时间差不多了 咱可不去了 咱们不会回去 他们也开不了船 小心啊 进去玩两百 他们运气 我可不敢 二少爷说了 谁敢赌钱就从我找走人 我回去 行不行 你不想赌人 我来 你就站在旁边看着 你去 走吧 喂 你好 教哥 哎 哎 你们这玩有什么玩的呀 排酒 骰子 啥都有 玩一下 进去玩一下吧 那我 我就玩骰子 好 一边请 行 大少爷 别去了 咱们回去吧 再走吧 先来得及 来来来 压打压 压打压扯 买地理草 大 哎 给我一件优秀 买了 大少爷 来来来 来来来 哎 大老 哎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五五 五五 五 五 五牙大 哎 三个五 啊 你看 你赢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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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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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原来是这儿 哎 对对对 里边请好 哎呀 老板 我还正在想你什么时候能来呢 好 这些日子秀子一直在念召你呢 你看 好好好 上下两层 哎 到那边看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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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玩骰子的地方 走 上面还有 咱们到上面看看 走 走 走 哎哎哎 好好好 这是有事 来哦 来哦 来 来了啊 来 来 来了 压不压 买定里头 压了压了 买大买小了 给我 大厦就开了 我全压上 好 来压大压草 大厦 走开 全压 好嘞 开 开嘞 开 一堂 小的压 继续压 继续压 鸭脱营续 大哥 你回来了 货送到了吗 货 都送到了 那款收回来了吗 都收回来了 已经入账了 辛苦 辛苦 那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你去吧 哎 您就呢 您就干什么去了 二少爷 听说 他 他好像去雀胜堂了 什么雀胜堂 就是大烟馆 什么 民旧抽成大烟了 好啊 开工不见人敢去抽大烟 行 大爷 您来了 您是来玩两把呢 还是来找人呢 我来找人呢 哦 找人 那您是 啊 我是陶家把庄呢 拆火袜 哦 实敬实敬 您找哪一位 啊 我来找姜维民 姜维民 姜师傅 师傅 他没来 没来 啊 真没来 你聊到师傅说他就在这儿 哎 我能骗您吗 哎哎哎哎哎 哎 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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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呢 吴米 哎 婴 哎 哎 哎 这就是 啊 哎 哦 闺瓊 哎 哎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哎 你放着事情不做 跑车出大烟来了 我马上走 再抽一口 你还抽一口 这种端子绝顺的东西 你也敢斩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什么事啊 吵吵闹闹的 大少爷 怎么了 这不是赵家少爷如新吗 是我 你是谁 我是陶家瑶赏把装的柴火王 我们二少爷 让我来把他带走 陶家 人家抽两口大烟挨着你什么事了 你凭什么来这抓人呢 看来这烟馆是你开的了 对不起 不是我开的 是我朋友开的 我只是路过来看看 朋友开的路过看看 就算你是帮忙的 也是为虎作传 助纣为虐 这话就是你说的不对了 人家做生意的大门敞开 谁想进来谁进来 人家也没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把他逼进来 如果你们来人家这抓人 那就是你们要缴别人生意 就是你们不对 赵少爷请转告你的朋友 不要为了赚钱 就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话不能乱说 人家可以去告你的 文明 走吧 走 走 没事 伙计们 你们知道鸦片是什么 知道 就是大爷吗 你说的没错 就是大爷 但那只是他的土名 以前我也不知道鸦片是什么 后来看了书我才知道 这个鸦片 它是用 樱塑的枝 烘干制成的 虽然它有止痛震静的药物作用 但是也能让人上瘾 人一旦上瘾 就会变得四肢无力 精神萎靡 替泪交流 寻死命 如果长此下去 就会丧失劳动力 甚至于毙命 这名神宗朱硕君 欲及三十年不见群臣 就是被此物所累 那二少爷 大阳馆不是今天有的吗 传到景德镇 有年头了吗 柴师傅你说的对 咱们景德镇是早就有大阳馆了 但是我国从雍正年间就开始禁烟 这禁烟的法令也不可谓不严 但是很多的地方官吏 为了一些营头小利 收受贿赂 勾结洋商 所以 鸦片到现在还是屡禁不止 你们知道 在道光年间 光英国人向我国输入的鸦片 政府每年就要损失三千万两白银哪 这些钱多少钱 就是这些不法分子给炸了 你说你们这些姚公 挣的钱本来就只能够养家糊口 还要拿去抽大烟 你们家一家老小怎么办 谁来养我 我管不了官家 但是我管得了陶家咬炒 从今天以后 谁要是再抽大烟被我发现 立刻给我走人 对 对 就应该这样 大人太害羊了 就是 不什么好东西 大家看到明舅了吧 他是我母亲的弟弟 是我的亲舅舅 可是他抽大烟 我绝不姑息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江维民 被陶家咬炒 开除出场 永远不再录用 郑南 别跟我走 我保证我再不周了 明舅 来 你起来吧 明舅 你看 你明知道这批货 有交货的时间 如果交不上货的话 要被罚款 你还去抽大烟 如果这些妖宫都像你一样的话 那陶家妖厂怎么办 我保证改 改掉了不就可以了吗 我这没有改字这一说 只有不惜这一说 你们都听着 今天我就是杀鸡景侯 以后要是谁抽大烟 明舅就是下场 丧 承南 承南 二少爷 二少爷 承南 娘 我听说 今天你把明舅赶出了窑场 是啊 因为明舅抽大烟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你也就这么一个亲舅舅 他答应改了 你干嘛不放过他呢 娘啊 不是我不放过明舅 如果我把他留在窑场 那窑场多少窑工 都得像他一样了 长此以往 一害无穷啊 你也知道 咱们景格镇 每年因为抽大烟 有多少人 都家破人亡 路死街头了 这些事 我也不是不知道 可魏明是我唯一的弟弟 我自小看着他长大成家 你说你现在把他赶出窑场 他一家四口可怎么活呀 娘啊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孝敬 和供养民舅 但是绝不能把他留在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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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着 延期间 公园场 公园场 我记得 小米 公园场 来 来 干什么 哎呦 我找白师长说两句话 快快没事没事 放着吧 白师长 什么事 白师长打扰了跟您说几句话 白师长 就几句 几句 白师长 白师长 请坐 白师长 请 嗯 白师长啊 天已经晚了 您看 是不是该回府啊 怎么啊 抛不给你钱啊 今天晚上我就不走了 多少钱 开个价 不是钱的事 看得出啊 白师长您是真的喜欢秀丽啊 废话 要是不喜欢 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你要是真的喜欢秀丽 那是您看得起的 不过 我有几句话要跟您说 秀丽这孩子啊 从小没了爹娘 性子烈得很 她要是喜欢的人呢 她能以命相送 她要是不喜欢的人呢 打死她也不从 哦 所以啊 您要是真喜欢她呀 您就得耐得住性子 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 强扭的瓜不甜呢 哦 好 你的意思呢 我明白了 说真的 我见过的女人不少 可是 像殷小姐这样 让我一见就动心的 还没有过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带着 我不急 我冷水泡茶 慢慢熬 行了吧 这就好 这就好啊 白师长 您请 您请 您慢着啊 不回来 姑奶奶我一个人吃的 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又跑到哪个窑子里 快回去 女小姐 累了吧 别塌了 来 过来吃点东西 哦 不了 白师长 我还真是有一点累了 哦 吃了东西就不累了 来吧 来 白师长 我真的是觉得有些累了 妈妈 哎 你别喊 我 不会对你怎么样 我只想 让你陪陪我 说说话 我以 我地下老母亲的名义 启示 如果我对殷小姐非礼的话 就让我在战场上 百担穿心 不是的 白师长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我一看到你啊 我最想起一个人来 白师长想起谁来了 哎 哎 那时 在我十七岁那年 我喜欢上 我们本村的一个姑娘 她长得跟你一样好看 那条辫子 那时 又从不黑 走起路来 像风柏杨柳一样 好看 那她叫什么呀 她姓米 村上的人 都管她叫米香 米香 那时候 我在我们村的后山上放牛 她没事 就跑过来 把我赶牛 我呢 就摘野果子给她吃 她呀 还就让山根给我停 那 后来 你们有请人去提亲吗 提了 当时她父母 有土匪的 还定了虾拼的日子 可是后来 我们村 附近的一个土匪头子 看上了她 土匪头子看上了她 是啊 那后来呢 那家伙有钱 米香的父母 一看到那山寨王送来的大洋 就毁了我们的婚事 米香不肯 就被她的父母 打得一身世上 天底下 还有这样狠心的父母吗 我跟米香商量着 那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她父母 迟早 会把她嫁给那个山寨王 米天一 我们俩 就一起套着跑来 可刚走到板道上 就被那山寨王带人给追上 把我打得一身是伤 把她也给抓回去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投了军了 我只有当了兵 再当了官 就可以带走米香 两年之后 我当上了连长 就带着几个兄弟 回了家 找到了米香的父母 要带米香走 可是他们 就告诉我说 就在米香被抓回来的那天晚上 他被那个山寨王 给走的 那米香呢 米香的 就拿自己了 白师长 好 谢谢 一个月之后 我带上全连的弟兄 上山 把那个土肺味 一锅给端了 那你把他也给杀了 没杀他 为什么 我只是让他 米香跳鸭在那个地方 跳起去 好 我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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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